這個在拍賣市場上也是不得了啦 Porsche的Korea GT 也還好很便宜啦 100萬美金 現在Porsche的Korea GT呢 也是已經趨向於那邊 雖然說他們當時 升出來的時候 都是偏向於性能操控 跟科技的這個結果呈現啦 我幻想一下 假設我是寶石捷 你那時候FRADI算哪根蔥啊 我寶石捷也是超跑大場啊 問到來一台Korea GT 我不是只是把它升出來而已 我要讓它去跑出成績 對 它就馬上去跑紐柏林 跑出一個成績之後呢 在那邊等法拉利你來跑啊 法拉利從來都不跑紐柏林 你們很壞耶 就是一個A一個B啊 左右不同的路線 但是各有所長啊 對 它的外型嚴格說起來 你會跟你印象中的寶石捷 它是很多相類似的點 可是很多細節出來 看得出王者之王 因為它畢竟還是這個寶石捷 為了要讓法拉利閉嘴 它外觀呢還是一樣 它要承襲它本來寶石捷的元素 2005年左右 那時候呢 大家知道的還是911 對 所以說它的車頭燈呢 還是要維持一點挖眼 Korea GT呢 走簡單的 圓挖 比較圓滑 而且你也會看到很多的碳纖維的材質 對 都可以看得到 外觀上相較這樣 它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你看到它就是說 它有用卡本 也有用一些鋁合金 那個時候呢 寶石捷就以這兩個材質為元素 它一樣追求的是 前後重量比一樣 那是希望能夠達到完美的50比50 然後四輪的重心呢 都能夠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點 對 側面就真的是很圓潤嘛 它就是保時捷 對 但是到了側邊啊 就跟車頭完全不一樣了 側邊就有更多的一個元素 首先它的這個輪圈啊 主要是單孔式的這種輪圈啊 有沒有看到紅色的那部分 有喔這個 是不是像賽車一樣 滴出來的呢 對 沒錯 這就是從它的賽車科技 延伸過來的一個東西 再來就是一樣 它的空氣力學 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輪胎 超大空洞 它真的是有洞 這些也都是跟空氣力學有相關 然後它這樣延伸過來 到這邊的時候呢 你看這邊又一個 這邊就是因為 你看它的引擎又在後面了 就是在後面的時候 它的有些東西 就是包含煞車 引擎進氣的 這些散熱效果的東西 都是要藉由這些洞 然後來增進它的一個效果 屁股這個地方也是圓潤的 它車尾有比較快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看 它會稍微比較寬了一點 延伸到後面 但是它到後面的時候呢 我覺得又收回了一個 比較簡約的一個線條 再收回來 首先第一個就是排氣管 一般都是排氣管出來就好 但是它也是排氣管的外圈呢 包覆 做了一些設計 讓你感覺上 它好像很漂亮 管中有管 它這個尾翼呢 是它時速提升的時候 它是可以往上提升 然後增加 在你高度行駛的時候呢 是能夠增加車尾的一個穩定性 然後再最重要 一樣回到 像之前法拉利 我們直接看到一個引擎在那邊 對 透明讓你看 但是呢 它這邊給你肉影弱線 肉影弱線 中秋烤肉萬家鄉 像一個鋁合金的一個網子 很有質感設計的一個 風潮式的網子呢 可以隱約的看到裡面 有保濕結的引擎在裡面 引擎心上在這個地方 但是你可以從很多地方看到 它就是有這種波浪波浪的設計 它其實是空氣力學習 就是從洞出來 這個地方也有小的空洞 對 這個也是屬於 把熱汽油帶走的一種作用 盡可能的散熱喔 那剛剛我們有一個好朋友開玩笑說 它的後尾燈怎麼那麼像草莓啊 一粒一粒的 少女星噴發 2004、2005那時候 有開始流行這樣一個設計的設計 對 有時候你在 回頭看這些車子的時候 可以看到那時候流行什麼東西 對 還滿趣味的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測試看看 今天我就先不上車 讓大家好好欣賞了 因為一打開車門 車盤擺的地方 它有卡榜 但是它是黃色的卡榜耶 對 而且它還有多了一些 增皮的元素 然後還有一個驗飾板 所以是Carola GT 跟這個Nerovary最大的不同 從車門到這個內裝 尤其是中控台 中控台呢 它一定是維持了 五元的一個元素 是跟這個911是一樣的 方向盤它就是 相對的簡單很多 因為它是維持 傳統機械的手排 鑰匙孔呢 就是在方向盤的左側 維持保時捷左側上車 這個利曼式賽車的上車方式 這也是保時捷跟其他車 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這次Carola GT 還有另外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中控台 手排的位置 因為它長得比較高耶 它是非常高 目的是為了讓駕駛者 在激烈抄駕的時候 減少了從方向盤到手排檔的距離 所以它設計在那邊的時候呢 就是說你可以快速地換完檔 繼續回到雙手握著方向盤的 這一種概念設計 那它當然很多其他的那些 冷氣的旋鈕 它就一樣不是這種 電腦獨立衡溫空調 它一樣就是用旋鈕式的 這個比較不一樣 那當然最重要的 還是在它的這個座椅 座椅的包覆性呢 這個就是一般 車子最大的不同是 它是不可調的 應該就是說 它能調整的幅度很有限 它就是戰鬥座姿 隨時維持在那邊 那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因為它這個已經是 剛開始使用Monoco的 車體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你看旁邊火亭的部分 除了很大的Kairoya GT的字眼之外呢 事實上它這一整塊是一個結構間 所以說車內的駕駛 事實上是保護在一個 龍形的一個結構裡面 然後副駕駛座的一樣 還是有腳底的那個板子 一般在開這種車的時候 都會換上底部比較平的 這一種鞋子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就會特別設計 用金屬的大板元素呢 跟性能做一個相結 各位跨界小音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也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要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接收到最新的通知 多多的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